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周末的时候跟几个朋友喝茶 其中一个朋友呢 国内来的 大家有认识 年龄还比我大一点 国内来呢 据说呢 北京呢 这个北京买汽车得抓号 摇号不知道了 因为太长时间 他就说起来说这事了 摇号 他说他就携了门了 他跟他老婆 他儿子已经毕业几年了 他儿子毕业的头一年 一摇号一摇就摇一摆买了辆车 他跟他老婆就这么多年 不知道北京摇号摇多少年 就这么多年 他就没摇着一个号 姑母俩一块就这么摇 今年又摇 还希望能够摇上 然后呢 他就这么说 他说 简直是就见了鬼了 携了门了 他说我跟我 他跟他的老妈说 说老妈啊 你没事你给我念念念念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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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念的 没事你就念的 你得让我摇上这号 那大家伙认识吗 坐那吃饭喝茶吗 后来我就乐他 因为他是非常 人家也是当官的啊 人家是当官的 他是非常的无神论者 但是并不拒绝跟我之间的交往 他说 你这十套 你讲那一套 侠拜你 你只要自己心里舒服就行 说我啊 你自己心里舒服就行 我说你摇号都摇不着 你非说自己是个高级动物 根本不相信神佛 牛脸你让你老妈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摇个破号 逼得你都逼疯了 我说你到底是信 你是不信的 你别拿话这么 这么咬着我 我跟你说 现在就是没招 我就是见了鬼了 我说你连神都不信 你相信什么鬼啊你 你见什么鬼啊你 大家熟吗 就这么开玩笑 但是开玩笑 我说 说实话 我说你也就一把年纪了 你就想想 你自己也当了官了 你想想你当官的士徒 是我心里安稳 是你心里安稳 这句话你说对了 我心里比你安稳多了 因为你都没在北京 你今天跑到海外来坐着这儿 还在想让你妈念阿弥陀佛 给你弄个号 你都弄不着这号 那相对来讲 人家也算是个中规中矩的官了 因为不敢开公车 说现在风声太紧 所以上班骑自行车 我就说这意思了 人如果活着不明白 白活 这块肉白长 但是他觉得自己明白 这是无神论当中对人摧毁的非常彻底 但是在我的眼睛里 是极为可怜的一面 以自己的利益作为基础 做什么都成 丢人现眼的事没关系 他不认为是丢人现眼 他认为是本事 当人们什么都不信的时候 人们就可以坑蒙拐骗拿 吃喝表堵抽 饿不作 因为他不相信自己灵魂的一面 是与其他的人 与他的生命相沟通的 他只注重自己肉身的一面 现实的一面的满足 但永远满足不了 你说这是什么社会 这样的社会不遭到天前 大家想想 不是咒谁不咒谁 但说白老哈 我要说这样的社会遭到天前 你要说我在诅咒着什么 如果你都是高级动物的话 你能怕诅咒吗 不可能的 对不对 如果你相信有这样的说法 你惧怕这种诅咒 说明你心里头有了一个概念 在你的灵魂所能触及的地方 是有其他的生命能够左右人的 能够左右中国社会的 才会有诅咒的概念 才会有这样的力量的存在 把你的眼界打开 把人的框架打开 尊重自己 说尊重自己 其实都不会的 那提到尊重自己 谁毁了这东西呢 朋友们也说 那涛哥说的就是江泽民 没错 上海滩最新的概念 文章题目这么说 上海发布新规矩 那大陆媒体报道配了个图 让人看起来觉得比较有趣 文章讲说 5月4号上海市委制定了一个规矩叫做 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实行 正式公布实施 那这里他提到说 因为配了个照片 感觉起来就是江泽民父子了 其实我这里跟大家讲 当一个政府 一个正常的政府拿出这样的规矩本身的时候 就已经证明自己的政党是不合法性的 不是这个政党连结 是这个政党干着 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干的事情 你从来不会听到 在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总统 华盛顿DC市长 颁布这么一条规矩 你从来不会看到 是不是 你翻一翻1989年 刑志斌 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 女主播 播的中共中央的规矩 不许中共中央领导人 子女 配偶 家属 经商 你今天5月4号 26年之后 上海他拿出的规矩 跟1989年刑志斌 在中央电视台公布的规矩 你对比对比 搞不好纳书规矩 比这个规矩还很累 那是邓小平为了他儿子杀完他那些年轻学子之后说的 大陆澎湃新闻网报道 上海市委的副书记 应勇 接受采访时 提到了该规矩的详细解读 讲总体上说 干部级别越高 管理越严 对省部级高官要求要严于政局级 对公权力比较集中的市里面的公检法官员要求要严于其他单位 那澎湃这个新闻网配了这么一张图 这是我们看到的 江泽民那个照片忘记一放的话 你只能说我见着鬼了 可不是吧 没有脸 戴着眼 有个眼镜 弄着上海滩的两个建筑物 那不就是见了鬼了吗 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目标性的 不是什么规矩的 现在定规矩是为了后头打人 是为了他现在要打的人定的规矩 对吧 规矩的本身是具有不合法性的 规矩的本身就讲了共产党邪恶的一面 所以你得分开了看 不能混着看 混着看你看不明白的 被人牵着线会带歪了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里面他就列了比较清楚了 什么有电力系统的 石油系统的 有这个系统 那个系统 我自己的感觉这都是过程了 这死一个两个都无无所谓的 巡视 下去巡视一定有战果 下去巡视没战果 巡视的人就死了 好 所以这东西是过程了 巡视的战果越多 反腐越不能终止 越堵死了任何回头之路 对吧 所以我自己说 这都是铺垫的东西 周永康是个老虎皮 死老虎皮 对吧 旁边垫着这个徐才厚跟郭伯雄 那至于周永康下面的什么蒋介敏 那都无所谓 我觉得都无所谓 现在打的就是踩着周永康的老虎皮 去打曾庆红跟江泽民父子 就这么点事 那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些死的人 都是底下石头籽 那虎皮不能悬空放着 那放地下啊 边上放点石头籽 对不对 那你得脚踩着踏实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东西就这么回事了 与此同时法广的另外一篇报道 中国军方承认执法出现了漏洞 这挺诡异的说法 文章讲 中国军方承认执法出现漏洞 法新社引述中共军队的报纸的消息讲 自从习近平上台展开反贪腐运动 开始严打军中的贪腐事件以来 中国军队承认需要按照法律和规定进行改革 这里呢 有个潜台词的问题 军队是党为军 还是国家的军队 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独裁的体制一定是服务于党 服务于独裁者 国家的概念 军队只是保护国家 对吧 这个概念是完全两个概念 如果军队里面把法制的本身越抬越高 那是有变化的 所以在我看来 这样的消息爆出来 都是过程 都是铺垫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巡视结果 什么20个央企如何如何的 这都是铺垫 最终大的结果 会在今年出现 那另外一个在 应该相信在民间 在这个维权人士的圈落当中影响比较大的 就是普志强 BBC报道 普志强收押周年 北京检方三令补充侦察 普志强的代表律师讲 北京检察部门第三度要求警方做出补充侦察 为期15天 这种事情就是非常诡异的 我个人认为 这种事情的背后的真正原因 到现在没有披露出来 我们看到的是表面的 对吧 警方一再要求这个检方有结果 而检方却一再把警方提供的东西呢 给退回去 但是这个人却始终被扣了 这就是客观现实 这样的事情 在周永康的年代 没有 对吧 周永康的年代 我们都看到了陈光诚 高之胜 胡佳 那郭权 这些人被囚禁在家里 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只是说 他真正的原因 到现在没有露出水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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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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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